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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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视频 《雍保祥法科解码》的时间 刑哥莫见到雍保祥师傅 各位,我们又见面 師傅,今集我们就讲讲一些手上的东西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看你的样子 可以知道你有很多事情 看八字也可以 其实看掌也可以 大家常常看电影 或者在街边也好 拿手出来看看 就可以知道 略知一意 一些命理的事情 所以今集我们都想请教一下你 但我们特别知道 找得你,请教得你 就不是略知一意 就可以知道得详细 多谢 多谢工程 至于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其实你慢慢看下去 你就会知道 因为我自己都很惊讶 师傅 整个教学系统 是相当全面 所以我觉得大家 都将会看得很开心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好了,讲下去 我都会就着几个不同的题目 请教师傅 先讲一下感情 感情 很多时候你想快速地认知一个人 当然要看他的样子 但也可以看他的掌 如果我们想认知一些人 他如何感情丰富得来 又经常多变化 其实大家都明白我说什么 爱情生活 是的,没错 好了 那如何从他的掌道看得出呢? 师傅 我们研究掌的时候 会看到 我们里面有些线 线纹呢 就有管住 那我现在 各位看到的呢 这个就是翻挂掌 我用一个翻挂掌呢 就画一些线呢 因为他呢 我就方便我自己写东西而已 是 例如呢 如果我们用线的呢 就当然了 就是这一条的感情线 感情线呢 就代表个人的感情 好了 如果在东方掌上呢 这条呢 就叫做天文 天文 感情线 是管什么呢 很多东西是管的 感情线 那我们就看看了 感情线呢 我们由 他的大概先 就是说 管是什么呢 看你的感情线 当然了 我现在是说要 是要结合其他线的 嗯 结合 其他的线位 西方呢 叫做感情线 東方呢 叫做天文 东方掌上上 read 嗯 好了 那他看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 看你童年时代的生活 因為你出生是嬰兒的 所以在頭那一段 這個起點那裡 這個起點 感情線是由這裡拉到這個位置 跟腦線不同 腦線是由這裡出 這裡是尾 生命線也是 這裡是頭來的 下來這裡是尾 這個就是地紋 我們現在這一集就不說這個 我們說的就是感情線 感情線一出來 如果它結合了你的生命線 結合了你的生命線是說什麼 你的童年生活 是不是 你出生 所以是童年的生活 大了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你的社交關係 人際的關係 就是了 接著 中段期間 現在戀愛很早的 是 由這裡開始戀愛 已經 這個位置開始戀愛了 這個就是看你的戀愛的生活 接著 來到這一堆 或者到尾 都是講你的婚姻的生活 婚姻到不到了 其中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 阻礙 感情 破裂 或者要分離 這樣 這些就是看中段結合的東西看 當然結合的時候 我們會先結合這條事業線 嗯 為什麼呢 如果我事業裡面 我中斷了 也就是什麼 你的環境改變 那你的環境改變是什麼 第一 在事業 工作 感情生活 那這些就可以叫得到 好 這個時間要看感情的 就是我們在這段時間 看中段了 嗯 這段時間 在這個事業線中斷了 或者我在生命線中斷了 那我們就是什麼 就是判斷 你究竟是為了你的事業 而中斷你的婚姻 因為是為了你的健康 而中斷你的婚姻 所謂中斷 不要說得太死 不是說我一定要離婚 或者要分開 只不過就是說 你如果 例如我們舉例 要生命線結合的 我斷了的時候 那我在醫院裡面 那你 硬甜不就是假 大哥 你天天來醫院探我 對吧 對 換句話說 我們不是說他 只是離婚的 只不過我們會看到 究竟出現了什麼 所以 一條線 要結合所有時候 所有的事情 我們才可以判斷得到 就是那條感情線 喂 甚至無故你說 我的婚姻 因感情 因健康 因事業 而有稍有分離的 或者離開的 還有 是什麼 很大件事的 是一樣 嗯 在健康 健康問題 是 何解 因爲 因爲 我們這條感情線 包括 在我們的心臟裏面 哦 心臟方面 就是我婚姻 心臟都可能 一般 因爲這條線 是管理你的健康 管理健康 那這條線 是代表 還有什麼呢 眼 與心臟 哦 這樣就清晰了 嗯 換句話說 我在那個 期間裏面 可能影響的 是我的心臟 眼就橫眼 眼 眼 即是說 在那段期間 眼有蒙 也有其他 即是說 看那條感情線 如果你出現了 筆測的符號 你的眼睛又有蒙 有四方塊的時候 我們這個心臟病 就會更加 出現了出來 嗯 即是你鎖住了 你停留了 你那裏 一個圈圈在你的心臟那裏 是 那你剛才問我 那我就回答你了 是 究竟 在那個 期間 那出現在哪裏 這樣才是為 責任 嗯 那他就說 那以前呢 就 那一條線呢 管多久呢 大概一百年 這樣 那現在都差不多了 因為現在我們買份保險 都是什麼 一百二十 是 是 哈哈 那中國人的東方的想法呢 東方的想法呢 東方的想法呢 就是說 是每一條線呢 是管一百 九十年而已 九十至一百 這樣 好了 那我們這裏呢 就是起點 那來到這裏呢 當然啦 那這條線的位置呢 是有很長遠的計算的 那我由這個起點到這個尾的時候呢 是管 話就換 話就換 什麼 那我們現在呢 就不會用一百的 因為我們呢 在十七裏面呢 大概是管八十年左右 是 那在七十年代的期間 看上的時候呢 那條線呢 就管七十年 那現在呢 因為那些藥物呢 是可以延長你的生命 那所以呢 你那條線呢 那我們呢 準確一點 就當它八十年吧 又不要去到一百 也都很少人一百歲的 不是沒有 是很健康的 是 很多人一百歲的 是 現在你七八十歲的 你不是很長壽的 那些小朋友來的 是啊 剛剛另一個世界開始 是 七十歲的另一個世界 好了 那我們怎麼看呢 由起點到尾 我們中團 由太陽子 阿波羅 和宗子 一條分隔線 前面 本前四十年 哪裏為前面呢 師傅 這裏 這裏就是起點了 起點就是為前面 是 好了 由這一個位置 至到尾段 是尾的四十年 嗯 尾的四十年 那我們一條線呢 就八十年了 是 如果你說 喂 我在這裏 有些三角文 有些四方文 或者我條線斷了的 那這個時候呢 是不是四十裏面的 又再減一半了 嗯 那我就說 二十歲那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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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呢 先生自己準確高呢 那裏 通常我先生呢 就會把這段期間呢 就會叫呢 你會由二十歲 至二十五歲 又或者 你由十九歲 至到二十五歲 感情裏面呢 發生了問題 當然我們要結讀其他 有沒有疊線 有沒有線向下彎隧 或者向上 為什麼呢? 因為有第三者 有第三者侵入 只不過他就說 你究竟出現了 是你自己找第三者 即是第三者找你 但你可以不要說那麼多 你代表你是準的時候 準的程度高一點的 你可以說你在19至25期間 你的感情出現了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也會導致 你們會分開 會有分離 當然我們不要希望 這條線會走進來 這條線如果走進來 穿過生命線 就不好了 為什麼呢? 如果這條線結立了 就是你這一生人 你分離的期間 是一個很慘痛 是一個很慘痛的回憶 是一個很慘痛的回憶 當然了 我們不要希望他有一個慘痛的回憶 現在這個年代 分手很簡單 很簡單 合作來不合作去 但在這裏 就給你一個 黑不命心的回憶 這個紀錄 在你裏 內心世界 就不太好 分開就分開 沒有所謂 是 是 大家合作來不合作去 那就可以找另一條恩緣 嗯 OK 所以今集呢 希望給大家一個資訊 就是怎樣可以看一條獎 感情線 都可以分析一下 究竟你那個感情運 將會怎樣 或者如果你認識到一些人 特別女士 認識到一些男朋友的話 第一時間看看他的獎 看獎挺好的 是的 為甚麼呢 我叫你拿一個八字 第一 鏡的話 是吧 職業的不用問 當然是講錢 是 好了 不是職業的 大家學了的出來問 你給他八字很麻煩 又要開命盆又要成 是 但面相和手上不是 即時就可以講得了 嗯 這件事不錯的 沒錯 尤其是 好像我們一年多 如果我未做職業的話 即是說 如果你學了手上和面相 那些朋友呢 喂 到你年紀大了 那一陣 嚇到不是騙 是可以 塗煙飯呢 我想呢 你都 有人招呼你 是 有人問你 喂 可不可以幫我看看手掌和面相 可以 那有甚麼代價 不用代價 你也請我吃頓飯 是 是 我又不要多要求 是 那這些大家開心 那這些 我看一看 社交裡面 是挺好的 獎上 嗯 還有別人溝通 最方便的 最容易溝通 就是手上和面相 啊 OK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不妨是 就算命理 風水 或者一些法科 其實都是可以聯絡 楊寶祥師傅請教他 是啊 下一集 我們還是講獎 但我們不如講健康運 師傅 下一集 主要就是打個健康線 好 生命線 下一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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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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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點視頻 翁寶祥法科解馬的時間 迎光幕見到翁寶祥師傅 各位你們好 師傅 那今集呢 我們還是繼續講一些 關於掌聞的事情 是 上一集呢 教大家分清楚 就是 一些感情的問題 我又不要說 渣男渣女 對不對 但是總而言之 是感情多變的人 教大家 從掌聞可以分析到對方 又或者看到自己 喂 在感情上 婚姻上 會不會有些什麼問題 那今集呢 我們先講生命線 人都想長命八歲 老實說 但是長命八歲之前 都一定要有一個條件的 就是 沒有病沒有痛 是不是 那所以呢 今集呢 都想請教客 有沒有病 有沒有痛 未必知道的 但是如果你說 喂 見到長命啊 這樣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所以今集呢 要請教師傅 怎樣在獎項裡面 可以看到自己的生命線 有些什麼端藝呢 那麼多位觀眾看到 我現在 在螢幕上面呢 是我們教班的時候 那些 那些 還要高班 是 高班 為什麼要高班呢 你初班 你就學那些掌線 是 那你中班 就開始 要學結合那些線 來看的了 那麼 你每一條線呢 記得我們上一次都講過 結合啦 感情線啦 是 同一樣 如果我們講到 生命線的時候 我們呢 我們一樣是結合其他人 那你會見到 那你會見到 下面的掌線呢 是我們呢 當年那時候呢 教班那時候呢 沒有現在那麼發達 因為現在呢 當你對手 到那個 掌線那裡呢 那一聲就可以一對掌線 就出來了 是 那麼當然呢 我們就真的用油墨 那麼我們呢 那些學生呢 你見到呢 是他們的真的掌線呢 是打出來的 哦 那麼我們用油墨 那麼印了 在一張A4紙那裡呢 然後呢 然後呢 播出來 在一個幻燈那裡 這樣教的 嗯 那麼這些 這些 我現在你們 各位見到的 已經是 差不多 七幾年 八九 零一 都四十幾年前的東西 嘩 都四十幾年前的東西 差不多 是 接近五十年了 是 那時候的課程 哦 閒話就少說 那今次 你想問什麼呢 我想問呢 就是怎樣可以 在一隻掌裡面 看到一個人呢 他那個的 壽命啊 壽命 啊 如果你說壽命啊 那麼現在這個人 那個掌線呢 你見到呢 他這條生命線呢 嘩 真的很漂亮啊 你看看 多長 這條就是生命線了 嗯 西方掌上的生命線 哦 東方掌上呢 叫做地紋 天地人三紋 嗯 那這就是地紋 那你就見到 這條線 是不是很清晰啊 嘩 整個掌都很清晰啊 是 那 那條線都很清晰 對 那條線都很清晰的 沒錯 那除了之前的感情線 這裏呢 就是斑駁 嗯 我們看到很多博文 是 是 是 都很清晰的 嗯 全部都化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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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厲害 那什麼呢 售完呢 我們要結合 就是 叫做 李智仙 嗯 那這條就是李智仙 是 是 天文 這個就是人文 這個就是人文 比如說人文呢 那就可以知道你是否長壽了 嗯 那你問我為什麼呢 那我現在回答你了 是 是 如果 你的生活 沒有一個好的規律 嗯 你沒有一個完整的 計劃 控制你自己的生活 起居飲食 暴飲暴食 那你健康會怎樣呢 一定差啦 沒錯啦 很漂亮的 線 都沒有用 給你最好 最漂亮的 一條地線 一條生命線 你都不行 就是我們要結合這個 理智線 那你的理智線 可以控制了你整個人的計劃 嗯 如果你是病的 那你是不是會調節你的飲食 嗯 你不會暴飲暴食 起碼都 是啊 很多東西 你都可以自己節制了你自己 嗯 如果你的理智線不好的 嘩 這件又對 那件又對 吃多兩件 肥膩一點的 年紀大 那就膽大了 是 年輕人都沒有所謂 有規律去吃東西 年紀大就沒有了 像我那樣 還哪有規律 大哥就快80了 說78了 那就是80了 大一點啦 是 即是說你這個年紀的情形之下 你已經沒有一個年輕人的能力去消化這些東西 嗯 所以如果你的理智管得不好的 那你就出現了問題 你想說 長壽呢 都沒有用了 如果 結合感情線呢 好了 我們會看 如果結合感情線的時候 即是說 即是說 在你的婚姻生活 會不會影響到你的受緣呢 好像黎薩普 是不是 我們說的 我的婚姻生活 怎會影響我這樣 嗯 你就試一下吧 你兩夫妻整天吵架 七到八十 從早上吵到晚 你另一半 無論男孩還是女兒 在旁邊 嘻嘻嘻 那你的健康 會不會好呢 嗯 嗯 不用看醫生的了 如果你對一方 對面那一方 對你 啊 苛兒 千 什麼叫做什麼 醫人少尿 少尿醫人 所以為什麼呢 會有一些 婚愛情出現 嗯 你的婚愛情呢 就會跟什麼呢 你的感情線 是不是究竟 在這個期間裡面 會有另外一段 愛情發生 哦 那這個愛情呢 又是足以什麼呢 影響你的受緣 我有沒有說錯 當然 隨時是吧 納刀 是啊 看見不少 那些三角啊 四角啊 那些 哎 那就是大劑了 所以呢 可以結合的時候呢 可以看看你的感情方面 有沒有影響你 哇 原來你 就算你不在外面有阿三 或者有阿四 但是你另一半呢 哇 很好的 大家夫妻 一直都好的 那你那個 受緣 是不是去到晚年 都是這麼好啊 嗯 還有啊 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會看到下面 就是美運 你的晚運 不是美運 是晚運 嗯 嗯 疑孫腹啊 是不是呢 哇 你膝下 大把疑孫繞住的 那你只是弄孫為樂 都夠啦 是不是呢 那當然啦 我們也要結合 我們眼 看一下 這個位了 子女功了 眼下那個眼肚啊 眼肚子女功 眼肚啊 看一下眼肚了 那我們結合了 眼肚子女功了 那你這個人 不需要說他有沒有分愛情了 他根本已經兒孫滿堂 嗯 每個人都孝順的 那晚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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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 他結合那個 理智善 是不是呢 那他肯定就告訴你 這個人一定是長壽 嗯 無牽無掛 一定長壽 嗯 是 即是在師父的角度來講 就是 喂 不只是看一件事 喂大哥 有很多東西配合來看 是啊 對不對 如果就這樣看一條文 就可以講到給你聽 這樣就沒有 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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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騙你 所以 一定要自己結合 所以現在你看到 我們現在的屁股 全部都是結合的 我們可以 高呼一下我裡面 是怎樣說的 嗯 嗯 生命線 在古代 稱為地紋 是 主 壽 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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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的腰 是 所以稱為受腰文 跟天文 感情線 人文 李智仙 因為我弄了牙 所以說話 現在要重新學過 李智仙 就是叫做三才 天地人 三文 掌中 明顯的主線來的 主線 因為在首相裡面 最接近 底下的 所以它是地紋 感情線 在上面就是天文 中線就是代表李智線 我說地紋 一般是由這個虎口出來 這個就是虎口 就是我們掌邊出來的 就是虎口 嗯 那由虎口這裡 就拉下來 去到我們的肌部 掌裡面的肌部 去到我們的底部 那這條就是生命線 好了 也是從信公 什麼叫信公呢 就是我們的木星優 我們裡面有幾個優 這個就叫做木星優 宗子就是土星優 太陽子 這個就是無名子 就叫做太陽子 這個優呢 水星優 這個就是水星 嗯 所以金木水優都通了 而我們圍繞著的 我們圍繞著的 就叫做金星優 嗯 所以金木水優都通了 全部都在這裡 那麼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的金星優 木啦 土啦 太陽啦 即是火啦 嗯 好了 美子就是水星子 圍繞著 那麼我們呢 就會結合了 每一個星公 每一個星公 那麼我們呢 就判斷了 它的好願不好了 還有呢 我們這條線 的弧度 畫得幾多 如果你畫得開些 那麼你的壽緣呢 就較為長些 是 為甚麼呢 有理由的 起碼 你那條線 也有這麼長 對吧 如果你那條線 這樣畫來 是不是很窄 是 叫你的金星優 如果你畫得這麼多 你就窄 那麼這個人呢 也會什麼呢 是很小器 哦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也會小器 所以呢 越寬闊 就更加好了 也就是說 你對外了 出外的旅遊了 為甚麼呢 這邊呢 近了一個水星 這邊 這邊呢 這邊呢 就是月優 這個叫做月優 月亮的月 月優 那你也就是說 你的旅遊 也會多些 嗯 當然 就算我們見到 現在你見到這條線呢 是漂亮的 甚麼叫線 漂亮呢 就是一條裡面 沒有雜文 沒有斑駁文 是 沒有四方文 沒有不七線 那麼這些呢 大致上呢 就會叫 好啦 當然啦 學術名裡面有很多啦 也都不可以在這裡 一一列出來啦 那麼 只不然也是 普通這樣說一下啦 這樣 如果沒有其他的 不七文呢 不七線呢 那已經是 你的 那條線呢 已經是 已經拿了 七十五分 至九十分的啦 是 如果好像我們來 現在看到 手上我們來 看到這條線呢 有沒有斑駁文啊 完全沒有斑駁的 包括 理智線 也是沒有 除了感情線 啊 有什麼之外呢 它是沒有的 完全沒有 好了 還有 你看到這條線 是這樣的 如果你看到這條線呢 是闊口的時候呢 這條線呢 是不漂亮的 嗯 那當然啦 這個 要有經驗看啦 才可以慢慢看得到的 那如果不是呢 那大致上呢 你現在這樣看呢 就已經 大致上 都可以講得 很多話給你聽的了 嗯 嗯 那當然啦 剛才學師傅所說的 這些都是很簡短去看的 如果想學識詳細看的話呢 那其實又可以聯絡 中保祥師傅呢 是 有請教一下 林劍之前呢 又可以講一點點的 嗯 提示給大家 是 當你看著掌的時候呢 嗯 不清晰的嘛 是 那你把你的手 放在這裏 輕輕 咬一咬它 哦 那你一看 掌上的線呢 全部都會 很清晰 現出來的了 嗯 OK 即是沒有曲 曲埋一束 是 你輕輕把它咬一咬 好 那它就很清晰 看得到的了 每一條線都現出來 是 啊 OK 那希望呢 大家都可以學到一些關於掌上的知識 是 活學活用 是 那好了 下一集呢 我們繼續有請教勇補祥師傅其餘一些原學風水上的問題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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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